昨天晚上 基隆一处名宅发生土石榴意外 屋主一家人及时逃出 今天中午过后 市府已经派怪兽拆屋 至少要四天的时间才可以全部的拆除 不过另外一头还有一个隐忧 那就是一块四五十顿重的大石头 因为连日大雨冲刷掏空 可能随时都会掉落 房子就这样被土石榴冲毁 看在住户的眼里满是难过与心疼 我妈妈不知道什么情况 有关单位都没有一个来跟我们说 把我们问一个生意三款都没有 位在基隆市北宁路的这户住宅 家园都几乎全毁 8月31号晚间 基隆发生土石榴坍塌 生死于瞬间的惊险情况 让住户心有余悸 大人的女儿 疼在保护 来来来来 趁白日大人 叫小人的 趁小人出来 两个今晚 平安走出来 这个最后 我很安慰 我们很早就行文给他们 做这个 这个 这个 那个 之前我很早就 八十几年就跟他们说过 可是问题是市政府推给内政部 内政部就推回来 大家都一直推来推去 经过连夜的撤离之后 中午市府也派出怪手 要把倒塌的房屋拆除 以防再有再情传出 最后在旁看着家园被打得粉碎 也担心屋子内其实还有为数不少的金钱 超几万块吧 超几万块的那个 因为是 因为 都会换一些外币 要那个 要会给大陆的奶奶 所以都会 有些人民币在里面 连日豪雨冲刷下 北宁路上方的另一颗大石头 岌岌可危 撞到四五十顿 市府决定要拍怪手 上山敲碎 那我们会叫派两台怪手上去 看看能不能将那一块巨石 让它打除 那让它慢慢地滑落到下面 我们再进行处理 公驰整个要完整的话 原则上大概我们是初步 大概要好天气的话 大概是一个礼拜的时间 洛石和倒塌的民宅 造成北宁路段暂时封闭 要恢复通车至少还需要一转时间 今天TV的民宅 北宁路基隆报道